像夏季赛的上半轮以及德杯有太多的一个差异 看一下来到了红色方 有没有机会拿出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 那SEND这一场在蓝色方也要来考量一下 如果他们要继续使用盐阙 那WZ这边有没有一些英雄可以来counter到中单的盐阙 已经被搬了 好 已经被搬了 WZ在紫泽方也是比较尊重 觉得上一场我针对了你 但是你还是对我形成了比较大的困扰的 对 的确团战里面变棍的一个盐阙 起到了一个效果就非常浅 连这有几波都是追炎却追死了 对 就下路的一个四甲二 然后以及这个追人 就追人反手杀掉957 就上一场比赛的确是 虽然见棍在中单的被其他的次数有点多 但是他的一个整体表现 的确是上一把赛的一个看法 那看一下在换到蓝色方之后 他们一抢会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手 上一场WZ是抢了巨魔 但是让你已经被搬了 这场应该也是抢一个瑞兹吧 就的确现在吸血鬼都放不出来 但瑞兹放出来 蓝色方不宜抢的一个理由没有太多 除非你的中单没有那么喜欢玩这次英雄 以及就这时候在抢的 可能是对方一二选会拿到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的阵容要怎么样去根据对方的一二选 去合理地配阵出一个 我蓝色方该有的一个优势阵型 瑞兹上一局应该说是一个 发育相当顺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英雄在一选的时候拿出来 其实也是有点容易被选的阵容所克制的 那这边巨魔是打WZ自己封锁掉了 所以要么这一手可以直接拿一个挖掘机加巨魔 他们这个BP就明显是把瑞兹已经放出来了 看是不是要拿一套打瑞兹的阵容 因为他们双路最近也是有用过那个富罗兹猫那一套的 我觉得好像选的富罗兹猫就可能 先选巴德 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现在的巴德的确不一无二的一个性质吧 就以开团能力在老牛被削得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就现在主要的开团型的辅助就是巴德了 现在这边继续地选用人马 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他会不会走在上路 这边CY里也是有上一场自己蓝侧方被WZ在蓝侧方封锁的竞可以做选用 但是对方拿了巴德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点在逼你不要选这个英雄的味道呢 因为竞这个英雄确实蛮容易被巴德刀他了 如果你选竞的话 瑞兹跟竞其实都蛮容易被巴德的大招给牵手 是 万一一波团战两个人吃到大招 而且WZ又是以团战实力现在著称的嘛 对 就看Dior的这个巴德能不能发挥出来 但我觉得德杯最亮眼的巴德还是归IM的辅助 Rod就让我印象最为深刻 对 我真的一整天发挥都非常好 看他回到要跳的时候能不能维持自己那个高长度的状态 对 那这边看到了对方把劲给放掉以后 VZ毫不犹豫选下来 这把拿出跟上一把不太一样的一个阵容 上路的957选择了一个刀妹的话 那中单这边西燕应该是补一个控场法师 那我觉得这一手WZ的VP上是拿到最想拿的东西了 因为巴德现在这个英雄没有说要到一二场的强度 那首先选了就是不让你拿进 那你既然不拿我这手还有反手的位置能够把这个英雄选到 你可以看到WZ在选进的时候是相当快的 但Sand这边其实也是拿到了在夏季赛上半段来说 SYD也只拿不到的女警 但这个版本来说 女警SYD连个carry能力我们是不容置疑 但是问题在于说 这把Sand等于跟上一把的打B1做了对调 他们选了一个发育型的阵容 就你选了一个人马 然后加上瑞姿跟女警的一个阵容来说 你的中下都是需要发育的一个carry位 人马应该在打野上路的应该是一个圣 当然如果这边可以利用圣去滚动下路的话 前面让女警拿到一两颗急杀的话 那的确有可能加速女警的一个装备成型 是 但是从对线上来说 虽然拿的是一套发育阵容 但线上也是比较好处理的吧 因为上路很强势 那上路的话 圣现在也是拿出来打到妹 对 这的确对线上面 现在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 你主要就看人马的打野节奏 会不会被康帝这边给压制住了 因为雷克赛的话 感觉人马这边进对方野区的机会不多 就更为危险一点吧 我们在就是德杯也看过了 小英刚刚说过 就人马打野在德杯来说的一个胜率 是非常差强人意的 最后确定了一手中路的乌鸦 来打对方的瑞姿 打瑞姿选择乌鸦 那当然就是变相做发育了 要压制住瑞姿是比较难的 就毕竟你配合的打野 也不是以伤害为主的一个打野 就是乌鸦的伤害也不是一个爆发 对于瑞姿 就是你的控制 就算W绑到要持下这个瑞姿 只要瑞姿不推的话 基本上都蛮难 也是比较少看到 竞跟巴德的一个配合 这场选了 W这边虽然说线上 可能说都不会占到太大便宜吧 但选了一个赛 估计也还是会正常兑现 对吧 W的一个阵型摆的是 非常传统的一个阵型 就只是把上路的一个大树 换成一个刀妹 变成一个刺客 一个土脸的一个上单 但是也不排除 因为选到巴德的队伍 其实经常在一场上 做一些设计的 如果他们需要去做一些设计 针对对方某一个点的话 也有可能会去换线 对吧 换线来说 对于瑞姿来说 其实也不会不想要 接到这样的局面 因为毕竟你选了一个挖掘机 好 我们聊了很多 来其他两次队伍的 第二场对决吧 好的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BO3的第二场比赛 SENT跟WE 唯一一次的一次 阻碍循环的一个交手机会 刚才仔细想了想 感觉还是 不换线的可能性大一点 因为他们这个双人路 如果跟对方比推线速度 静这个英雄 好像前期推线有点太亏了 对吧 尤其现在Q进了曼谷手雷 并不会点高的一个设计 是 那下路是一个双人路 但是这个Q没能命中 但你这个眼睛 因为刚刚巴德去Q了一下 所以也来不及配合 静把这个眼睛给排掉 SENT是 两边的双人线 都在下路打了一个照面 如果要换线 现在就是一个心理博弈的一个时间 但我觉得打V的阵容 打阵线也不算太差吧 因为毕竟你有一个雷克赛 对 两边应该都不太想换 因为真的是换塔来说 进这边可能要比女警 加上扇子妈妈慢太多了 这两个人推线也快 然后点塔也快 小艺你们有发现 就是打上一场 SENT的一个表现 为他们争取了多了 百分之一的一个支持 对 其实前期拿龙上 还是有不错的优势的 只是还是WE防守柱 进入了他们的一个关键40分钟 但我真的得说 就是WE的一个强悍 在这整个夏季赛 我们已经认为这队队伍 就是可能说前面RNG跟EDG 两支队伍扣掉以后 他就在跟Snake以及IM 以及可能GT这些队伍 在争夺一个最后的总决三名额 就今天SENT的在第一把比赛 能跟打V1在40分钟 打了一个平起平坐 我觉得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代表队伍队伍就还有很多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他的上线很高 但是在这个夏季赛 给他们来到自己上线的一个时间段 真的比较短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发现了一些 自己之前在联赛的问题吧 就是太各自为战了 那所以今天的比赛呢 我觉得选了很多支援性的英雄 这波草丛的埋伏 直接把巴德打残了 但是没能逼到技能出来 就这个组合是比较难的 毕竟你还是要像寒冰亮的一个英雄 可能比较容易打出一个击杀 第一波在这里想 击杀可能也比较难 但是如果能够逼到一个输入 或者闪现还是不错的 的确SENT并没有想要逼这个击杀的意思嘛 因为你看迈动的点蓝都没有下 就代表这个 的确只是打一下巴德的一个时间 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他选择消息的人是比较 如果是AD的话那就很赚 在这边还是抢到了一个推迁二级的一个机会 好那中路这边 吴家应该是刚刚技能有顺利的命中一下 电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SENT这场选的阵容 是W之前在德杯拿出来过的 就是圣家人嘛 所以我相信W对这套阵容来说 发力点和优势劣势应该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 但这套阵容的确对上打V这种 我觉得有一点优势的地方就是 打V的阵容其实比较需要 就不要各自散开的一个局面 因为静这些英雄在单打的时候 其实真的比较偏弱 就相对来说 女警风真人的能力是比静好的太多了 而且位移是相当的少 那圣家人马的这个威胁力可能也会比较大 毕竟对方还有一个卡尔玛 在散开的时候 利用卡尔玛的一个加速 可以再很快地去汇集 做击杀 好 这边康蒂听到了 March的一个脚步声 知道他刚直往河道线 这边要蹲打一波吗 正面走进来 人马直接被顶起 乌鸟先一步过来支援 因为有一个推荐权 但是人马这边溜得很快 要击杀是不太可能的 毕竟 人马的一技能跑出太快 但康蒂这边打残了半条以后 又再听一下 March这边是把双十拉得比较远一点 但康蒂感觉又要再过来 一个Q技能抢一下 再顶一杯 再打一套 但这边已经进到了二塔 能抢一个大的石头人 康蒂这一把完全就是 针对一下人马的一个发育 在这边拜动过来做支援 但以这个残血的人马来说 肯定也是不会追了 石头人已经打完了 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地方了 反倒是这边如果辅助走了的话 看线上这边 能不能找个机会 还好这边女艇线上 肯定是给了对方足够的压制力的 辅助剧支援的同时 反而是对方的血线比较低 对吧 其实康蒂的一个打野 就是拿挖掘机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路 这边应该是 应该没有机会 我想说他一技能有好 但对方毕竟有伞 前面一技能打到以后 射的伤害还是比较没有那么高 他零刃的Q用过了 就没有下三下的那个伤害加传来说 靠三下评也砍不死这个刀妹 这边刀妹是直接阵线上面不好打 A哥是直接把957的一个传送给逼了出来 那其实在他们拿到一些线上对抗 对方算是比较针对的英雄的时候 就前期的压制力还是打出来了 就线上个人能力 刚刚小燕已经说 就对上 就SENT来说 虽然他们现在是联赛未尝 未尝一胜的一个队 但他们的分军补刀 是硬是赢别人18刀 有开车吗 我20分钟领先18刀 看一下SENT有没有机会 把自己这台车给开赢 这边March是进到对方的篮区 就我觉得打率这把康蒂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中路的乌鸦是优势 我上路要配合刀妹击杀一个圣 在前期是很难 下路这边过去 如果人马在被反蹲的话 那下路的节奏就崩掉 所以他更多的是进对方的野区 想办法压制一下 March人马的一个成长 是 人马这边还是胆子挺大的呀 因为人马这个英雄 其实不是特别适合进对方的野区 这边你没听到了 康蒂刚刚Q了一下 好 马再听到 左边有个偷懒的小偷 想要抓他 可惜 还要远处这个W是没命中 对 人马的跑速还是比较高一点 知名华仔稍微短了一些 但这个选择真的蛮冒险的 就本身不是一个 在野区对抗性特别强的英雄 而且前一波是被对方 多打了一个大十多人 主要是对面的一个辅助 我觉得跟中单的控制 没有那么的稳定 因为乌鸦的线也被推嘛 如果对方是那种 直接夹过来 然后他的技能是一定面中 比如像妖姬或是瑞姬这一种 那他可能就会 有机会要被找出人头 因为他没有带闪线 可能还是由于双人路 这边优势相当于大 好 这边冲进来 这边圣已经到来了 地区是上六的第一套 就瞄准了大招 就离这边倒下 爱中抬塔身一丝险 接下来的大招直接烫死了 后面挖掘机 也是拿到了人马的人头 这边是二打三 地区先瞄准 SYD的一个女警 闪现过墙以后 康蒂是插了一个眼 看到女警的位置 反身再来追击A控 A控把铃刃给叫了回来 再利用一个嘲讽往前滑 躲过了W的一个追击 这个也太猛烈了一点吧 六分钟的一个五加二 就这把 这个阵容其实 CK在本周一 Africa A队也拿出来做使用 也是人马带着胜 就是同样一个套路 就是反正我只要 胜以上六 我的人马就无脑地开启 自己的回面通知 选一个人撞上去 但是这一波 在对手支援比较快的情况下 其实也没有拿到 非常大的优势 对 就这一波set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你的瑞兹传送是交掉了 就瑞兹好像没有跟得到下路去 那上路那边的刀妹的线是推的 就是胜钢支援的时间 好像不是冰线特别好的时间 反而让 就最好的时间是因为你 胜是传送 就大刀下去 然后再传送上去补线 不要亏刀 现在一搞 搞了二十刀掉了 就如果是可能十几分钟的 一波月塔的话 自己能够赚到一些优势 但是太早的月塔 虽然说刀妹没有传送 对方来的人肯定是没有你多的 但是前期因为扛塔 确实太伤了 很容易是只要对方 有一两个支援 还是会被换掉 这边其实有个隐性的点 就在康帝前面做到的事情 就是压制了这个人马的等级 因为最好的时间应该是人马6 然后剩7 下面这边 W拼中以后两枪 反锁SDYD也在架枪 但是感觉好像狙击枪是比对面的这个 诶 但女警也是狙击枪啊 可能是 MISS DIG大准子的枪比较大把吧我觉得 就的确两边对射 但是我觉得SDYD 刚刚应该是要去帮忙挡一下这个 就两边AD都没有在板斧中 对 吐射 就是MISS DIG拿到一个人头 那957刚刚因为没有去下路做支援 拿到了一个等级上的领先 应该说补刀上的领先 等级经验上面应该也是小小的领先 但是这边MASH有点危机 Q技能没有造成军眩 但是康帝把他给定系以后 是拿下了这个人头 但反正说 练过的伤害很高 闪电过去抢So Nero 哇 这就是挡住了这一枪 这就是双人线的感情好不好 马上就知道 这就是W为什么能在前中期拖住的原因 感觉他们的团队协作力现在是相当高的 每一波都是支援能先到 或者是能及时反应过来 就刚刚当然是玩笑话 就是我觉得SDYD的想法应该是 没有想到麦动会就 就血量上面会立刻被击杀 他可能想说我回首一个Q以后 再来帮忙挡这一枪 瑞兹刚刚是闪现想收一个残血 因为人头感觉电棍还是人如其名 就稳健棍打得还是很稳健 是 有到手的人头没有不拿的道理是吧 可惜最后是 就是买了这张技典票走了 就 这种技能就两边都有闪现 你距离相同的时候 闪上去能及杀的 就是只有这种顺发型的技能 但他的W刚刚应该是在冷却 就是你要上去打一打出 这都有抬手动作的 那对方的辅助一定是闪现掉 哦 西野这边中路跟瑞兹正面的对决 虽然乌鸦可能回 但瑞兹一波爆发感觉还是比较高 好 上路这边957感觉已经 可以慢慢地跟A控来顶线了 就在对面支援一波 而且没拿到优势的情况下 这边刀妹已经完全发育起来了 对 主要是抓到A控 只要W在冷却的时间 他会配合耀光上去的那套QA 伤害其实是蛮高的 而且这个血量 可能康迪是觉得有机会了 对 康迪落上来了 神浪应该是有带着红弹 他神浪顺到一个辅助 但瑞兹反应很快 即使递掉过去 但有大招的一个骂 就把他给捧了回来 点根跟上来 他大招拖了一会儿时间 这个闪现快好了 能不能拖住 调和命运并没有办法改变 自己巴得 Zero受到对方击杀的一个命运 上路这边A控一波支援 主要那波圣也没有拿到任何的人头 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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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要强杀 先顶起 开打住先挡一下普攻的一个伤害 但W的时间很短 这边挖掘地址没有机会 只有武器有一个QG能跟上 最后一拿下人头 中路这边也是爆发一波33加1 西叶在卡下 都到陈盾的一个控制以后 马匹拿下了一个人头 反手 这边 因为自这边感情感觉比较深啊 对 没有 这叫做上一波其实被拘使 这一波大家就会比较 比较注意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其实我只想听那个英雄麦克风 听一下刚刚下轮那边被拘使的时候 麦克风会不会说什么 这边倒来一个机会 别是一个大丘子 直接被瑞士爆打一套 这一丝险反手想换 哇 轻语的最后一下必爆的小枪 就感觉 我觉得这边辅助好惨啊 对 从下路月塔那波扛塔 躺枪开始 就连续被杀了三波了已经 就感觉大丘子的枪打在这个脉动身上特别痛 但下路这边 Sent的一个双眼线 的确打出了不少的优势 你可以看出来 Mistig的前面的发育 好再有这两颗人头的一个加持 要不然落后将近三十刀就一个补刀 对方确实是一个对线 最强的AD加最强的辅助 对 很难受 这个组合线上消耗能力很强 你又不是那种能够打一波的英雄 对 重点你配得是个Bug 这就是让我觉得可能W这边 让我比较讶异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巴托是先选的嘛 也确实可能是自己想拿进这场 但组合搭在一起的确是有点疲弱 如果这边是禁配卡尔玛的话 就对面是巴托 那Sent这边的补刀不可能领先这么的多 就放弃一点线上能力来博修团战嘛 我觉得也是W现在一个 比较适合他们的风格 主要是因为这边如果扣掉了 这边就是扣掉巴托的话 W的另外四个英雄的开场连击就没有那么优 在后期团来说挖掘机直接进去顶的话 这种直接被秒的机会是很高的 而且前面就说他们基本上拿的英雄都稍微有点笨重 那如果没有巴托这边穿藏的话 可能支援也会稍耐一点 Sent在下路线掉了以后 想办法找位置让自己的大救赛发育 把双人线掉了上路 那Sent也是笑纳了第一条的山脉亚龙 下路二塔前 那最后武器已经先用大招把冰给轻弓 在对方四个人 出动一个四个兵力来夾大救武器想逃 丢技能 晕到了瑞兹 这个晕眩结束瑞兹拿到了人头 主要是冰量刚刚有四个人轮流弹塔 脉动又是把自己的血量拉在塔上 他打W1已经反手交换对方的一塔 但四个人齐心协力下面 二塔已经拿了这边要踏上高地 13分钟刚刚拿完一条土龙 这边就直接推上了高地啊 对 而且Sent也算是刷新自己的成就了 又唯一一次的下地带着高手 他们踏上了打W1的一个高地 又拿下了一个二塔 把这个塔给紧住了 但是防守的话 他们清线能力没有那么快 一丝学的塔 还是被收掉了 后面一个W直接进拿到这个人头 康蒂兹被嘲碰以后血量有点危机 这边的团战应该是传送过来了 传送过来 直接这边对打 甚至惨不住伤害 直接被秒悠 利落往前想留人 近开始的一个华丽羡慕 这边电锅的伤害很高 来收铲铲的利落 利落草童想要做一个转角诱骗 但没有成功 但瑞兹这边眼睛就已经给黏住了 缓速打下来以后 乌鸦跟上西野的一个Q技能 拿到了这个人头 这波Sand在交换塔数上是相当赚的 但是后续被对方留住了 想卖一个圣赛人走 但是还是没能走掉 死了两个 虽然觉得我这边先被打退了以后 但传送过来直接支援 进入一个刀妹的一个收割结局 就感觉Sand这一波的换塔 我觉得不太亏吧 但这时候要跟对方交战 看一下皮层的一个装备 还是落后的有点 就这个时间段 就皮层的作用 绝对没有一个进来的高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寒冰跟静的一个 就小燕也说了 现在的一个游戏 平均时间大概落在 35分钟左右时间 在这段时间 其实皮层可能才刚到三件套 但我觉得他们比较不错的 就是一开始在考虑 对换线的时候不就说 感觉他们双人路 推线更有优势 所以这场也把这个优势 体现出来了 同时又拿了第一条土龙 这边直接把对方的 高低塔给拿掉 现在还是能利用 双人路这个推线的优势 再去其他路推进 就我觉得这个 换塔的一个意识很足够 当然也是因为 W有一手巴德 所以让他们没有办法 及时地拿完塔撤退 但反手还想要做交战 我觉得就比较可惜了 就是圣上面 就A控这边选择 上去嘲讽一下这个挖掘机 让圣子这边 没有直接果断的一个撤退 卖多这边是直接在 巴德大道结束后 就直接被静给收掉了 这时候已经是捡人了 你再继续打下去 就有可能被对方的 刀面或者是乌鸦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 是Santa已经觉得 自己够赚了 十几分钟推了对面高低塔 就想留一个 我自己卖自己 剩下的人走就行了 但对方的追击能力 比如说有静有巴德的话 确实也是比较难走 我记得巴德那波 我记得是不是 闪现过去留了一拨人 反正他是从侧面切入 还是留到对方人的 对 他还递到过去 拿自己的生命去留住了 电棍的一个瑞兹 Santa现在这一波 是拿到了对方 下路的直通高地 选择三个人 再往中路压一波 想继续推进 但是这波对面 中路人比较多啊 就只能说 把现清一清 给下路一个推线的机会 但我觉得最可惜的还是 你拿到对方的一个高地塔 这时候最优秀的时候 就是你有一个 可以分带到高地的英雄 比如说巨魔这种 但圣骑士一开始 在这张刀面 应该有一定的优势 但因为前面圣的志愿 以及刚刚的联波团团 957拿到了人头以后 现在圣正面 打不过这个刀面 是比较尴尬一些的局面 所以你看得到 这个高地水晶 但你拿不到 这边李若 又是帮助进挡住了一发 提完应该只是大招 消一下血量 但这场的瑞兹 应该说也同样 是像上一局一样 在前期就拿到了 比较多的人头 成型很快啊 上一局SANT 是没有能够挡住 对方一个 已经发育好的瑞兹的 这场不知道 W打了这么久的 一个防守战 是否能够在比赛 拖到中后期的时候 防住这瑞兹了 的确瑞兹现在对一阵的来说 电棍上一把的 不管是上一把 以及这把被封锁的 延阙还是这一把的瑞兹 感觉电棍的确准备好 回到LPL赛场上面了 下路这边 西叶也是暴打A控 这个队线来说 没有魔抗的一个胜 没有任何可以 顶乌鸦的一个局面 一波消耗打半血 瑞兹这边出现在线上 但是侧边是有一个眼的 那也看到了 雷克夏的动作了 好 这边是下路圣选择 交传送去守着 西叶推进的一个下路塔 毕竟还有一个大招 可以来做一个团队的支援 两边在争夺 现在就这么早地 在争夺上半步的一个视野 马上扫龙也是要发心了 可能圣选择有一点害怕 对方去拿这个峡谷先锋 因为如果现在这个峡谷先锋 交给了刀妹的话 那957的分带就非常恐怖了 可能连瑞兹都不一定有办法处理它 等这边957的装备 再往上面捉了一些魔抗 比如说智慧默认出出来 那上一场应该说 W前期的小龙放的还是有点多的 不知道这一局 会不会去提早 先去做一轮视野 上一把的三百亚龙 是把W是把双眼线掉上 因为辅助回家了 应该是没有演了 那这视野肯定是控不住的 对手如果集合的话 还是先能过去排一轮 的确打W现在是比较害怕 对方的瑞兹已经成型的这个点 尤其是近将的英雄 没有闪现被瑞兹抓到一套 就要直接带走 能看到对方过去的位置 但是这边已经没有一个非常理想的 比如说传纵眼或者绕后的地方 就右侧这个眼睛 那这个眼睛是比较容易被对方给察觉 要看一下Giro的巴的大招 能不能见弓了 后面Sand也是打得比较保守 先把河道蟹给处理掉 但河道蟹这边是走下了 W的怀抱 这感觉有点尴尬 这河道蟹是控制不了的 反而直接被W给拿下来 河道蟹应该也是收了三毛钱的 也收了对吧 收了少一点少一点 那这个河道蟹的视野 被对方也掌握 Sand怎么样做抉择 还是要动这条土龙 那W想说我要开你了大招 打精神了 Sand被开到了 乌鸦走过去 W是Sand被闪现躲过 但被BaddaQ到了两个 那么反走大招 这边瑞士已经先倒下以后 康帝黏着Sand也倒 Sand的两个C位已经倒下 这边只能炸弹的领头各自飞了 A控进来 但是两个队友就被夹杀了一个局面 康帝在塔下再次就进取Match 康帝这边很肉啊 躺在塔三下以后都还没有倒 后面Sand第一个跟957两个人 联手来击杀A控 A控这边找到一个残疑的Badda拿下了人头 但自己在塔下也是躲不过Mistique的一枪 拿下了这个击杀 两边打出了一波 一换四的一个交换 这波首先被Badda惊到一个AD 就已经是相当危险的一个局面了 但是后续的话队友站在女警旁边 想掩护一下 但反而是乌鸦的这个W 就是听到瑞士了 对瑞士这边走上去被 挑边的一个乌鸦大主给听到 有点躺枪的意味 对 刚Q的那个Q太关键了 就是你已经往后散现以后 还是被Q两次 是的 对 这波你被开到的话 对着手上有后续接控的技能 就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局面了 这龙肯定是没法争夺 你只能看你能退多少 被开到尴尬的地方就是 你交了一个散现 然后但你交了散现以后 Badda的Q基本上你就躲不过 这条三番亚龙也是被W给收下来了 应该是在我们看回放的结算时辰里面 好 两边各有一条三龙的一个家臣 还是比C刚刚的一个劲的一个输出 都打得非常亮眼 这把大队已经是5-2-5了 身上是幽梦加上一个木刃 感觉SY现在的装备是落后的很多 我先把飓风给出出来 但这时候的伤害量是不够的 没有暴击 我觉得SY在这边最可惜的就是 刚才又是一条土龙 如果这条能够再拿下来 配合他们的应该说推陷能力来说的话 本身就在早期拿掉一个高地塔 还是有机会去创造一些奇迹的 感觉这把WB是不需要来到40分钟才能发力 前面的节奏咬住 现在连康蒂都出了一个巨型九头蛇 打伤害的一个挖掘机 那女精已经是过了自己对线的一个强势期了 现在逐渐要更加偏后期比对方的阵容 虽然电棍刚刚收到了四颗人头 但两颗团战他都没有做出太多的一个输出 这也是瑞兹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吧 就为什么我们一直提瑞兹就跟吸血鬼不同的点 就在一个比真的比较怕控 瑞兹怕控的一个程度很高 就吸血鬼也怕控 他只怕那种像是马尔扎他那种大招 再一次大招 再一次 又生存力 接控以后 哇 这个伤害量爆炸 这个补了一枪 又补了一个Q以后 就被康蒂给收下人头 同样的一个画面 一个精神女警 我们看过了两次 感觉看小 这个选手的小画面 SVZ这边也是很无奈啊 对 这个Lior的大招是不是有点准 就面对对方没有位移的C位 这场确实在团战当中巴德是一个不小的烦恼 对 就虽然他有一个猎王可以后弹 但是你抓到那个补刀的那个时间点 就 张旅游应该都是抓这个女警在补刀的时间 是 好 下路这边 逃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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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五七 但塔这边A了两下 就这场已经选了一个 呃 相对于近来说好一点的了 但是 对方每次都是在你视野之外 放着这个大招 你不可能说 突然一下走在路上 然后回头一一个 对 主要这波抓的实际点很棒 因为女警方一个人在塔 在中路外塔的前面补刀 就自己的辅助跟打野 是在地图的 就河道左边那边去建立一些视野 有这把已经为团队打出了 11个人头的一个急刹贡献 好 这边地道已经成型 整个打对一的野区 现在已经一条线 一条龙 有没有看到 从这个蛤马直接一路直通双十项 是 非常方便的一个轻野路线 对 就比较少看到挖掘机 就选择把所有的地道量 都录在自己的野区 但其实这样也让 康帝的一个刷野数是非常快 就前世我们要B站啊 除了你必须要跟我争取的东西 基本上不会太去主动去野区挑适 因为毕竟对方还是有一个 发育比较不错的瑞兹 对 那感觉这应该是地铁一号线 是 最长的那条线吧应该 这样就 康帝的确实太方便了 在自家的一个地图移动 就他们好像想再发育一会儿 这边抓到了电棍 那亲眼 配合远方的知名滑财 又是你这个男友人头 感觉现在有一点点 对 就这一波我觉得是比较不赢的啊 因为 对方的一个视野在河道这边 是建立了非常的完整 你下半步红去没有视野 电棍雪能在这边 其实也太危险了 是 对方就是两路线已经推得很深了 那剩下几个人 肯定是没有试做的呢 刚刚在购路 这边手塔的女警 已经是出了一波试了 对 那现在隔了这么久 CD也差不多了 瑞兹又出一波试 那边靠着飓风 想办法塔加兵给清空 那上部刀面又在一个人单身 现在这一把感觉跟上一把 就有一点士气上面的一个差别了 对 感觉判断上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接套一套QW绑到以后 这边强打圣 但要击杀这个身 应该还是有点难度的 人马赶过来 要反手 以及能直接顶上去 但西野的大招还没有关 反手也是把March给打缠 但这两个人的伤害 应该说不是爆发性的 对乌鸦形成不了太多威胁 但西野是一个人在下路挺两个人 而上路到面都快把这个二塔给带掉了 前面说的Sant 打得不错的一个推进节奏 在中期是完全被缓下来了 就上路的这个一塔 包括中路的一塔 都是没有能拿掉的 对 转折点还是那一条 第二条的一个屠龙 Liro开的大招实在看得太漂亮了 应该说他的大招的 就有命中招对方的重要的一个carry位 以及队友的后续的一个控制做得非常的棒 而且也有一点可能是运气成分吧 电棍的瑞姿是走上去 被乌鸦的W给绑到 那个W原本是为了要定女警 因为是距离有点极限 所以可能没有计算好 没料到自己会被定住 就电棍想的是我要站到一个 比较偏前排的位置 就你有人 你这个时候肯定有人来击火女警 他肯定是想你突进的那个人 我先把你控住 但是走过去中了VRW 那两个C位 应该说都吃了控制的话 这波团战就只能溃败 现在是W已经是很成功的 把下路二塔给拿掉 上路的二塔也是一丝血 的确是前面25分钟的时间点 甚至这两次的一个ADC跟中单 都被抓在中路的话 检员就一定要掉一座边塔 W这边是稳稳的让康蒂一个人 来收这条巨龙 剩下的队友 双人线去顶出中路的一个兵线 就我觉得像W在整个是 刀妹的一个装备 待会他的蓝盾出来以后 就可以直接打一波决定 胜负的一个团战了 而且前期向圣家人马 这种支援的强势期 已经逐渐是有点过去了 对方开始牵制你的兵线 推你的塔 现在小龙的话 手上也不占优势 人马这边的装备 的确是有三项 但他自己没有任何的一个防御装 血量只能靠这个龙渣来做加成 这个打野人马的确 如果没有马像Insec 在德北滚到那种优势的话 他给你上单人马的影响力 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 而且就像记得刚才说的 由于Center这边上路的话 比较可惜是一个没有太多 就是单待威胁性的英雄 导致这条线其实一直 还是被W反推的 对 那个高地塔 并没有后续任何效应产生 好 这边电锅打得很凶 三个人过来夹 看虚弱这边先上低弱的血量 是维持得比较好 由康蒂反顶 这边正面巴的大招定住了三个人 远方的华丽杰普打在脉头城上 不用一枪1062之间暴击 一个爆炸鸡头以后 高武器进场漂亮的一个Q女人 直接Dash到了女警神 拿下了人头 后面的明治一个也是稳稳地收入了 瑞士人头以后 血量直到第一个957 再一次的一技能 运助了A控接上尼罗的一个Q 明治一个W再定 A控站在原地 整整长达三秒钟的时间 明治一个拿下了这个人头以后 齐叶这边跟人马里一个PK 也是抓掉了可怜想要逃亡的小马儿 这是一波Ace W应该要直接拿到 一路到两路的一个高地了 是 突然的一波一换五 W又是展现出来了 打了这么久 打了一个赛季的这种 团战能力吧 主要是女警这边 已经是两件套在手 而且轻率也快上了这个 自始权稿了 但是可惜 就她的一个输出空间太少了 就这把957 选择了一个刀妹 你却对于CY的一个女警 限制很大 她们先打一波 康尼也是因为 这边巴德已经穿墙走了 不打这边坦克也没办法 但是巴德这个大辣拖延了足够的时间 让自己的C位已经赶到了 而且乌鸦这个英雄是不太怕说 你独我传说的位置的 你下来反正也描不了我 进场一个绝佳的位置 好 这边A控的一个散战嘲讽 被957的一个扭腰给投播了 的确是伸法脚尖 这场前期在线上被压得挺惨的 W的双远路 已经在逐渐的抱团当中 把这个烈士完完全全补回来了 对 但刚刚那一波我真的得说 就是康蒂的这个流人 的确是很果断 就是她的装备 其实并不是一个 这么坦的一个流人装 但她选择 就是她知道卖掉自己这一波 可以配合队友 把对方给清空 她那个时候已经是个五杠 虽然她不是全出了坦中 但她等级也是很高的 对 我觉得那波还是能坦住很多伤害 是SAT想抓一个辅助 但是被穿墙跑了 就只能打到这边打赢了 在这边西叶被三个人夹击 先用精神躲过了March 冲过来的一个恐惧以后 反手 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支援速度 在河道这边是巴德 SY里也是知道这边上来 在河道被地方夹到了 巴德手上有大的 对 巴德手上有大 而且 已经进出了两个 看一下狙击两枪 又打到麦中身上 第三枪打到March 最后一枪过去 是没有打到人 SY里终于拿到了一颗人头 接着这边倒下 SY里还在做拉打 但是后面 已经是被康蒂跟957给黏住 这边地道钻过来以后 Q进的没有命中A控 但是Messic的伤害 感觉A控扛过再次 先用立场挡一下 对方的一个普攻伤害 但是挖掘地也跟上来 自己的一个气刃的立场 结束以后 就直接被Messic给点死 这边应该又被抓掉了四个人 只剩下一个打野的人 W1是有想要一波的一个意图 中路的超级比 已经到了梅亚塔前了 那这一场 如果现在这样结束的话 应该是能拉低一下 W1的平均时间 对 哇 这边直接 鼓了十分钟了 好 这边已经是 梅亚塔掉了一座缸 超级比已经进来了 人马一个人 应该是难抵 W1的18拳 Messic又被顶飞 被套的虚落 走不掉 Messic在天一个人头 已经十一杀了 竹菜整场场的比赛 W1就在进的双枪之下 拿下了这场最绝 2比0 击败掉了SENK